因為你是擔心家庭長大的 所以說你很少有機會 跟爸爸去旅行什麼的 我就特別買了兩個 這真的是我自己套錢買的 好不好 然後我也很希望 我的女兒長大 然後跟妳一樣優秀 好不好 我也有一點花藥想要跟妳講 對 因為有一個小小的禮物要送給妳 有了啦 因為那個 我記得第一天的時候妳就跟我講過 就是因為妳 今天又不是最後一天那麼適合 因為你是擔心家庭長大的 所以說妳很少有機會 跟爸爸去旅行什麼的 那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裡面 對 那今天看到妳去那個 禮山的時候 妳看到在那個溫室裡面 妳看到好多的 讓妳很開心的食物 小東西 所以我就特別買了兩個 偷偷買小的這個盆景 因為剛剛看那個大元 好像滿喜歡的 而且他平常也有在種這種小盆景 那因為這次看到大元 就像看到自己的女兒一樣 所以說我想特別送他一份小禮物 讓他驚喜一下 所以來跳一下 剛剛有看到他問這一個 好像對這個滿有興趣的 還有這一個 想要找一個比較漂亮 更漂亮一點 不想被他發現 應該會喜歡吧 我也不知道 但不管怎麼樣 小小心意 對不對 好 我先去偷偷的結帳 我跟你講 這是我自己掏錢買的 這不是… 這不是什麼製作單位安排 然後製作單位花的錢 這真的是我自己掏錢買的 好不好 然後我也很希望我的女兒長大 然後跟妳一樣優秀 好不好 我沒有優秀 我很笨 妳很優秀 妳很優秀 好不好 好 謝謝你們看 寶寶 大家寶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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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愛 你等一下要拆開它 好不好 拆開它 看一下 來… 我都忘記我自己摸的 現在是我看 但學問到記得 對啊 哇 這是很奇怪的啊 有沒有 他摸的 然後被老闆說那個 老闆 老闆整個價錢怎麼沒撕掉 超感動的 然後真的很謝謝他 因為他真的今天讓我感覺到滿滿的父愛 就是從來沒有過被爸爸疼愛的感覺 對啊 很開心 但是就是 就是覺得 感覺好像對他有那麼一點點責任的感覺 對啊 當然啦 就是有機會 也很希望接下來跟他在戲劇上有合作 彼此互相聯絡啊 對 關心對方這樣子 對啊 多了一個女兒 也不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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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